一提到钟葵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位传说中的中国人物 大家都知道钟葵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捉鬼 但在欧教授笔下的钟葵 却偏偏很少去描绘他捉鬼的事情 欧教授反而想强调钟葵的文采 我们从这张作品便看到 钟葵正在替一位侍女描绘他的肖像 而另一张作品就表现了钟葵醉酒的情态 像这里他在一个很舒畅的状态 和他平常捉鬼的那个面貌完全不同